全真社与3,700人订阅资料外洩 网民说是政府玩报复 成立于2015年的独立调查新闻机构全真社 昨晚就在Facebook上面公布 网站和内部系统持续遭受攻击 技术人员抢救之中就发现 在4月14日的时候 曾经被黑客入侵 传授新闻通讯系统里面 包括2017年7月至2021年1月期间 超过3,700个订阅人士的资料 消息电邮地址和登记时候自行输入的名称 全真社就强调不是捐款人的资料外使 但都不排除黑客可以用任何其他方式 去盗取这些资料 为此向受影响的人士致歉 不同的网民都纷纷表示 全真社踩到某条线所以被人搞 又问谁最喜欢搞新闻机构 更加有人直指是港共出动hacker报复 因为全真社前日踢爆了 安心出行apps的承办商 创奇斯在开发安心出行的时候 偷偷安装了人面识别的功能 其后创奇斯不回应 资科办就说自己不知情 也从来没有启动过人面识别的功能 难道急急公布会尽化删除 你知道方丈分人很小气的嘛 我最真人在我背后说我为话 不过本部记者都要为政府抱不平 因为全真社说自己被hack那天 发布了一篇关于真命天子 李家超两个儿子的背景资料 指他们都有和特首选委共事 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的报道 另一篇就是李家超曾经受惠于港英政府的公务员 扣屋贷款计划以零首期购买西贡独立套 所以是跟现届政府没关的 是都跟这个港英余孽李家超有关 全真社更加曾经以报道831太子站救护员 点算商者数目混乱 拿了因为国安法而停办的人权新闻奖优异奖 方丈又怎会放过他呢